那个长得挺美的 喜欢啊 给你们介绍介绍 结婚体力会下降 不能结婚 你们要看我球拍吗 行 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我的球拍 然后我是签约的红霜喜公司 然后这是给我做的球拍红霜喜 这是我的头像 你跟人说说 什么时候跟人直播 直播一个大话 你开始说大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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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那个 有机会 有机会 我直播一下影响联盟 让你们看看 我是那个 就是舒逼玛第一盖伦 你们要听 666 讲球拍你们要 问什么 现在直拍不多吧 基本上都是横拍 直拍可能 高水瓶的也就许欣 中国 董大伟是谁 在中国打分之后还是比较 比较困难的吧 因为可能竞争人比较多 从小到大都会一直在淘汰 所以说能打到国家队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你他 选武言 海绵 我是真不知道 那肯定有 那肯定有区别 国家队的那些都是特制的海绵 肯定要比那些外边卖的要好得多 打完乒乓球 打 再打网球呢 肯定是 打不了的 因为 肯定是不一样的 当然有啊 有一些可能是在国内可能进不了国家队啊 或者是可能打不到高水瓶 可能就出国代表别的国家去比赛 我不卖脚皮 我不卖脚皮 如果是你们要是喜欢的话 我我可以送 但是我肯定不会卖的 奥运会在巴西亚 李约 一人一张 我 我真没有 太多了 我好 还有优势期看我的 那 那太早了 那都 十年了 说的很有道理 发球再提高点 这个很快打 当然需要天赋了 但是就是天赋努力 都是必须是 两个都都要有的 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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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